龙到底有多少种? 带你了解,形形色色的中国龙。 1.龙的种类。 1.蛟龙。 一般泛制能发洪水的,有灵的龙。 相传蛟龙得水,即能星云作物。 腾戳太空。 在古文中,常用来比喻。 有才能的人,获得施展的机会。 关于蛟的来历和形状。 古典文献中,说法不一。 有的说龙五角约蛟, 有的说,有灵约蛟龙。 而默克徽兮卷,三则说的更为具体。 交之壮如蛇,骑手如虎。 长者至树丈。 多居于西潭石学下,生如牛鸣。 躺骄看见岸边,或西谷之行人。 即以口中知心咸绕之。 使人坠水。 急于夜下瞬其血。 直至血净方指。 岸人何周人,常遭其患。 南朝宋留义,请,是说星雨中。 有周处入水三天,三夜斩交而回的故事。 骄可能是鳄鱼。 二,魁龙。 想象性的,单族神怪动物。 是龙的萌芽期。 山海经大荒东经,鸟血魁是,壮如牛。 苍身而无角。 一族。 出入水,则必有风雨。 其光如日月。 其声如雷。 其名曰魁。 但更多的古籍中,则说魁是蛇壮怪物,魁。 神魅也。 如龙一族。 说文解字在商晚期和西周时期,青铜器的装饰上。 魁龙纹,是主要纹饰之一。 形象多为张开,圈尾的长条形。 外形与青铜器,市面的结构线相适合。 以直线为主,弧线为辅,具有古捉的美感。 三,魁。 是一种早期的龙。 以爬虫类,蛇作模特而想象出来的。 藏在水中,魁五百年化为胶,胶千年化为龙。 是龙的幼年期,曾出现在西周末期的青铜器装饰上。 但不多。 四,囚。 一般把没有生出脚的小龙,称为囚龙。 是成长中的龙。 故故闻献中注释,有脚约球,五脚约龙。 另一种则说,幼龙生出脚后才称球。 两种说法,虽有出入,但都把成长中的龙称为球。 还有的,把盘区的龙称为球龙。 唐代诗人杜牧在提青云说诗中就有,求盘千刃句扬长之句。 五,盘痴。 是龙鼠的蛇状神怪之物。 是一种没有脚的早期龙。 广亚集里,就有五脚约吃龙的技术。 对盘痴,也有两种说法。 一种,是指黄色的五脚龙。 另一种,是指雌性的龙。 在汉书司马相如,传中就有痴痴。 雌龙也得注释。 故在出土的战国玉配上, 有龙痴合体的形状,做装饰。 亦为雌雄胶围。 春秋至秦汉之计。 青铜器、玉雕、铜镜或建筑上。 常用盘痴的形状,做装饰。 其形式有单痴、双痴、三痴、五痴,乃至群痴多种。 或做弦牌状,或做穿环状,或做卷书状。 此外,还有博骨痴、环身痴等各种变化。 六,角龙。 只有角的龙。 据数亿纪技术,交千年化为龙。 龙五百年,为角龙。 角龙便是龙中之老者了。 七,鹰龙。 有意的龙称为鹰龙。 据数亿纪中技术,龙五百年为角龙。 千年为鹰龙。 鹰龙称得上,是龙中之精了。 故障出了意。 相传鹰龙是上古时期,皇帝的神龙。 他曾奉皇帝之令讨伐过赤友, 并杀了赤友,而成为功臣。 在羽至洪水时,神龙曾以为扫地,疏到洪水而立功。 此神龙又名为黄龙。 黄龙即是鹰龙。 因此鹰龙又是羽的功臣。 鹰龙的特征是生双翅。 临身几急,头大而长,稳肩,鼻,目,耳皆小,眼眶大,眉宫高, 牙齿粒,前额凸起,颈细腹大,尾肩长,四肢强壮,宛如一只生翅的杨子鳄。 在战国的玉雕,汉代的时刻,薄化和漆器上,常出现鹰龙的形象。 8.火龙 是以火射式的龙,全身游子火缠绕,凡有火龙经过之处,则一切物体均被烧焦。 9.盘龙 只折服在地而未生天之龙。 龙的形状,做盘区环绕。 在我国古代建筑中,一般把盘绕在柱上的龙盒装饰装粮上。 天花板上的龙君,习惯地称为盘龙。 在太平遇冷中,对盘龙,又有另一番解释。 盘龙,身长四丈,青黑色,赤带如颈纹,长随水而下,入于海,有毒,伤人即死。 把盘龙和骄,蛇之类,混在一起了。 十,青龙,为四灵或四神之一,又称为苍龙。 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,将天上的若干星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区, 即二十八秀,用以观察月亮的运行和划分季节, 并把二十八秀,分为四组。 每组七秀,分别以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位。 青、红、白、黑四种颜色,以及龙、鸟、虎、玄武、龟蛇相交,四种动物相配。 称为四象或四宫。 龙表示东方、青色。 求此称为,东宫青龙。 到了秦汉,这四象又变为四灵或四神,龙、凤、龟、灵。 神秘的色彩,也愈来愈浓。 现存于南洋汉画馆的汉代,东宫苍龙星座画像石, 是由一条龙,和十八颗星, 以及刻有玉棉,和蝉除的月亮,组成的。 这条龙就是,整个苍龙星座的标志。 汉代的画像砖《石河瓦》当中,便有大量的四灵形象。 十一,鱼画龙,是一种龙头鱼身的龙,亦是一种龙鱼互变的形式。 这种形式我国,古代早已有之。 说院中就有,昔日白龙下清冷之渊,化为鱼,的记载。 长安瑶说的东海大鱼化为龙和民间流传的,鲤鱼跳过龙门, 均讲述了龙鱼互变的关系。 这种造型早在商代晚期,便在玉雕中出现,并在历代,得到发展。 二,龙的表现形态。 一,坐龙。 坐龙呈,正经微坐的形式。 头部正面朝向,磕下长射一火球。 四爪以不同的形态,伸向四个方向。 龙伸向上全驱后,朝下做弧形弯曲。 姿态端正。 坐龙一般,设立在中心位置。 庄重严肃。 上下或左右长衬,有奔腾的行龙。 在封建社会中,坐龙是一种尊贵的龙文祥。 二,行龙。 行龙呈,缓缓行走状。 整条龙尾水平,状态的正侧面。 行龙常常做,双双相对的装饰。 构成双龙细珠的画面。 常装饰在,垫语正面的两重方形。 器皿的狭长形装饰面上,也常常用到。 躺椅单相出现时,龙的头部常常做回头状,使画面更显生动。 三,生龙。 生龙的头部,在上方。 奔腾飞舞。 呈生起的动势。 倘若龙头,往左上方飞升。 撑左侧生龙。 龙头往右上方飞升。 撑右侧生龙。 生龙又有缓急之分。 生腾叫缓者。 你缓生龙生腾叫急者。 撑即生龙。 头部在上的生龙,右座往下的动势。 撑为回降龙。 四,降龙。 降龙的头部,在下方。 奔腾飞舞。 撑下降的动势。 倘若龙头,往左下方辅动。 撑左侧降龙。 龙头往右下方辅动。 撑右侧降龙。 降龙,又有缓急之分。 下降叫缓者。 称缓降龙下降叫急者。 称吉祥龙。 头部在下的降龙,右座往上的动势。 称为回升龙,或倒挂龙。 五,云龙。 泛指,奔腾在云雾中的龙。 龙和云,是结合在一起的。 云,是产生龙的基础。 而龙须出的气,变成了云。 云龙纹就是,云和龙的共同体。 将龙的头,尾,脚打散,又和抽象的云龙绘在一起。 显示出,一种似云飞云,似龙飞龙的神秘图案。 六,草龙。 是一种,含有龙形象的卷草图案。 又叫卷草蝉之龙。 头部有明显的龙头特征。 而身,尾及四肢,都成了卷草图案。 整体往往呈现出,S型的主旋律,并将S型,继续延伸。 产生一种连绵不断,轮回永生的艺术效果。 头部与卷草曲卷的丰富变化。 形成动静参差,相互呼应,层次丰富的画面。 在构图上,采用均衡的形式。 讲究曲线美,富有动力感。 在表现形式上,则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。 把带有吉祥含的如意文内容,综合到一个画面。 给人以想象的余地。 卷草蝉之文长,应用在建筑、家具和器皿的装饰上。 七,拐子龙。 拐鱼龙园与草龙,又脱胎与草龙。 形成一种,独特的表现形式。 拐鱼龙的线条装饰,显得挺拔,硬朗。 转折处,呈圆方角。 龙的头部,也呈方圆形。 整体协调一致。 简洁、明快。 又有一定的装饰意趣。 常用在家具、室内装饰及建筑的框架上。 八,团龙。 拐龙的形体,适合为圆形称为团龙。 它源于唐代。 明清时,运用较为普遍。 四团龙、八团龙等团花,定为当时的官服制度。 即一件服饰上,有四个或八个团龙是最尊贵的。 后来发展为十团、十二团、十六团、二十四团。 数量越来越多。 使用范围也放宽了。 织井、刺绣、陶瓷、建筑、家具等装饰上都有团龙。 团龙适用性强。 又保持了龙的完整性。 装饰味也很浓。 运用十分广泛。 团龙的表现形式也很丰富。 九,双龙细珠。 双龙细珠是两条龙细耍或抢夺一颗火珠的表现形式。 它的起源天文学中的星球运行图。 火珠是由月球演化来的。 从汉代开始,双龙细珠便成为一种吉祥喜庆的装饰图纹。 多用于建筑彩画和高贵繁华的器皿装饰上。 双龙的形式以装饰的面积而定。 躺式长条形的。 两条龙变对称状的设在左右两边。 成形龙姿态。 躺式正方形或是圆形的。 包括近似于这些形态的块状。 两条龙则是上下对角排列。 上围祥龙,下围生龙。 不管是长条形的,还是块状形的,火珠均在中间,显示出活泼生动的气势。 三,拓展阅读。 龙生九子是拿九子。 一,球牛。 球牛是龙生九子中的老大,平生爱好音乐。 他常常蹲在琴头上欣赏弹拨弦拉的音乐。 因此琴头上便刻上他的遗像。 这个装饰现在一直沿用下来。 一些贵重的狐禽头部,至今仍刻有龙头的形象。 称其为龙头狐禽。 二,牙子。 牙子是老二。 平生好斗喜杀。 刀环、刀柄、龙吞口便是他的遗像。 这些武器装饰了龙的形象后,更增添了射人的力量。 他不仅装饰在沙场名将的兵器上,更大量地用在仪杖和宫殿守折武器上。 从而更显得威严庄重。 三,朝风。 朝风。 刑似兽。 是老三。 平生好险又好望。 电台脚上的走兽是他的遗像。 这些走兽排列着单行队,挺立在垂直的前端。 走兽的领头是一位齐情的仙人。 后面依侧尾龙、凤、狮子、天马、海马、酸泥、鸭鱼、蟹智、斗牛和刑神。 他们的安放有严格的等级制度。 只有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才能食样俱全。 次要的殿堂则要相应减少。 朝风。 不仅象征着吉祥、美观和威严。 而且还具有威慑妖魔、清除灾祸的含义。 朝风的安置。 使整个宫殿的造型,既规格严整,又富于变化。 达到庄重与生动的和谐。 宏伟与精巧的统一。 它是高耸的殿堂,平添一层神秘气氛。 四,普老。 普老。 形似盘曲的龙。 排行第四。 平生浩鸣好好。 红中上的龙形兽牛是它的遗像。 原来蒲牢居住在海边。 虽为龙子,却一向害怕庞然大悟的鲸鱼。 当鲸鱼一发起攻击,它就吓得大声吼叫。 人们抱具其性好名的特点。 樊中玉令生、大鹰。 即把蒲牢柱为中牛,而把鲲钟的木柱,做成鲸鱼形状。 鲲钟时,让鲸鱼一下又一下,撞击蒲牢。 使之想入云霄,且砖声远。 五,酸泥。 酸泥。 形似狮子。 排行第五。 平生喜静不喜动。 好做。 又喜欢烟火。 求此佛座上和香炉上的脚步装饰,就是它的遗像。 相传这种佛座上装饰的酸泥,是随着佛教,在汉代由印度人,传入中国的,至南北朝时期。 我国的佛教艺术上,已普遍使用。 这种造型,经过我国民间艺人的创造,使其具有,中国的传统气派。 后来成了龙子的老五。 他布置的地方,多是在结家夫座,或交绞而坐的佛菩萨,向前。 明清之际的石师,或同时锦下项圈中间的龙形装饰物,也是酸泥的形象。 他使首位大门的,中国传统门师,更为征来威武。 六。 坝下。 坝下。 行四龟。 是老六。 平生好富重。 力大无穷。 悲坐下的龟夫,是其一象。 传说坝下上古时代,长驼着三山五岳,在江河湖海里,腥风作浪。 后来大雨治水时,收服了他。 他服从大雨的指挥,推山挖沟,疏遍河道,为治水,做出了贡献。 洪水制服了。 大雨担心坝下,又到处撒野,便搬来顶天立地的特大石碑。 上面刻上,坝下治水的功绩,叫坝下驼着。 沉重的石碑压得他,不能随便行走。 坝下和龟,十分相似。 但细看,却有差异。 坝下有一排牙齿,而龟类却没有。 坝下和龟类在背甲上,甲片的树木和形状也有差异。 坝下又称石碑,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。 他总是吃力地向前昂着头,四只脚拼命地撑着,挣扎着向前走。 但总是一步开步。 我国一些显赫石碑的基座,都由坝下驮着。 在碑灵和一些古迹圣地中,都可以看到。 七,碧岸。 碧岸,又名宪章,行四虎,是老七。 他平生好送,却又有威力。 玉门上步,那虎头形的装饰,便是其遗像。 传说弊案,不仅急功好义,仗义直言,而且能明辨是非,秉公而断。 再加上他的形象,威风凛凛,求此除装饰,在玉门上外,还伏伏在关崖的大唐两侧。 每当衙门长官座堂,行政长官闲牌和肃静,回避牌的上端,便有他的形象。 他忽视眈眈,环视察看,维护公堂的肃木正气。 八,复戏,复戏,四龙形,排行老八,平生好闻,石碑两旁的文龙,是其遗像。 我国碑节的历史久远,内容丰富,他们有的造型,古朴,碑体细滑,明亮,光可见人,有的克制精致,字字有字,比比生动。 也有的,是名家诗文诗课,筷智人口,千古称绝,而复戏十分爱好这种,闪耀着艺术光彩的碑文。 他甘愿化作图案文龙,去衬托这些,传世的文学真品,把碑座装饰得,更为典雅秀美。 他们互相盘绕着,看去似在,慢慢蠕动,和底座的坝下,相配在一起,更绝壮观。 九,吃稳,吃稳,又名吃尾,吃稳,龙形的吞脊兽,是老九,口阔造粗,平生好吞。 电极两端的卷尾,龙头是其一项,太平预览有如下技术,糖会药木,汉象粮殿灾后,月乌岩,海中有鱼球,尾似吃,激浪即降雨,碎座奇象鱼尾,以燕火降。 文中所说的乌是方式之流,鱼球,则是吃稳的前身,吃稳属水性,用它作镇斜之物,以避火。 在这里,做个小科普,很多人记忆中,皮修是龙的第九个儿子,但是,根据百科记载,未明确肯定这种说法,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,龙生九子,版本众多,但多是以本文所说版本为主,皮修作为龙之九子的版本,多流传于南方,或者东南亚。 古人认为,九在阳术、基术,中最大,有最尊贵之意,九除了具有,其他数词,表示事物的数量,和顺序以外,还常表示,多的意思。 所以我们也可理解为,龙生九子,是生了多子,而不仅仅是九个,因为,龙生性好银,龙之九子,各不成龙。